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刀 我最近就在网上逛逛逛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个 便携打气机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台回来 其实价格也不高 我在Facebook也是有分享过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去看一看 这一台便携打气机 那么今天呢 除了要来开箱这个便携打气机呢 我还打算把它拆了来看看里面的构造 因为毕竟人家讲便宜没好货嘛 所以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打开出来看一看 首先呢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包装 OK 这个就是它的包装盒子啦 好 我们就把它打开出来 很简洁就这样 一台机子 OK 还有这个多种的充气头 还可以给篮球打气哦 有这一支针 OK 还有一个充电线 这个是USB to 12V 不是哦 所以它这个是5V to 9V的充电线 OK 放一边 然后 说明书就只有这一张薄薄的纸 USB Charger的Airband for 6到7个小时哦 要6到7个小时才充得满啊 哇 等一下我们就打开它的这个电池来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 好 这个我们先放一边去 OK 这台机 按这里 开机 现在是已经开机了 然后呢 它就有的选项了 这个是Buff 再换呢 就是 这个叫什么 KPA 就变成了KPA KPA 再换呢 我还有KG哦 KG CN2 那么我个人呢 是习惯看这个KPI 我每次 因为门旁边有写住嘛 打多少 OK 那么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这个 这个应该是按下 就是打气的按钮啦 这个是充电用的 那个头 就是这个充电线 插这边的啦 OK 然后接上USB 它这里它有注明啊 就在充电的时候呢 不要使用哦 我们把它停一下它的声音有多大 我还是很有力一下 我以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玩意 应该是没有什么沥水啊 结果还不错耶 那么现在呢 我们现在四个Chargers 拿一个PowerBank 又到我DIY的PowerBank出厂了 手机线也没有很长 这个是接这里 这样给它先关机 长按关机 所以接上充电器 它在充电的状态呢 它是会亮红灯 开机看看有什么显示吗 基本上 它好像也不会显示在充电哦 一把掉它就变清灯哦 所以它是真的充满电就变清灯哦 那么我买这台之前呢 我用的是这一台 这一台的打风机 非常的大台哦 看 很明显吧 一大一小 整个它的操作方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啦 然后这一台呢 是要接这个 相烟 相烟头的充电器的 它是没有自带电池的啦 这台很讨厌啊 就是它很难拿出来它的电线 就是这样子 这么大一抽的电线 这个是它的这个打气的接头啦 像这种12V箱烟头的这种打气机哦 你在连接上去 要给你的车子的轮胎充气的时候哦 你一定要记得要发动这引擎哦 不然的话因为它的耗电功率蛮大 如果你没有发动这车子 搞不好你的轮胎还没有打满气啊 你的那个电池的耗损就已经耗尽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 OK 现在我们就把这台拆开来看 很简单嘛 就6颗螺丝罢了 123456 OK 那么在我打开这个机器之前呢 我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来拆它 主要是这台机很便宜嘛 30多块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样便宜的东西 到底它的做工是去到什么水准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安全的隐患嘛 基本上台机拿起来是非常的轻呀 所以它的电池到底是长什么样 多大颗我们也是要了解一下嘛 所以我们才想要把它拆开来研究研究一下 OK 6颗螺丝都拆出来了 2 4 6 对 这么简单的拆开了 哇 它的构造 就是那么的简单 电池就是那么的小 哦 它这是18650的电池哦 而且两颗罢了 嗯 它的充电也很 这个要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它就是 很简单啊 这是一个 这个是放在这里的一个开关键 去启动这个马达的 这个是一个 sensor啦 就是 呃 检测那个压力有多大的 sensor 然后完全有这片电这个电脑主控板在这个地方 就这些晶片来控制 给你设置你要的这个 气压有多大 然后它到那个你设置的压力呢 它就会自动停止了 所以呢 这个开关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接头 是去拦截这个 电流开关的 OK 所以它构造就这么简单 它的充电呢 就是这样子 Direct哦 它是Direct直接 振付加减直接充电进去给电池 所以这个充电器呢 它才会有一个 红灯跟青灯啊 因为它完全是通过这个里面的这个充电器的保护板 来知道这个电池呢是否已经充满电了因为过充或者过放 电池都会造成耗损嘛 而且温度过热 电池也会耗损 甚至会 会有 爆炸的风险 你不要以为随便拿一个12V的头 插器就能充电哦 你还是要用回它 自带的这个 充电器 比较安全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MOTOR的马达 它竟然是金属的 它不是塑料的 像这一台大台这一台啊 我也是拆过 肯定是拆过 好像我手上的东西我都拿到都会把它拆一遍 这个大台的这个呢它里面的齿轮是塑胶的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的耐 这个竟然很意外 它竟然是金属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台机如果有一天会遇到有故障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电池的部分 再不然就是马达烧掉了 它够到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单纯罢了 好我们现在就把它组装回去 好已经组装好了 多转了一颗螺丝 但是螺丝并不是我拆的 而是它在里面 可能之前 呃 呃 原厂组装的时候不小心吸在了这个马达上面吧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它的构造嘛 那么马达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就会特别开孔了去 做这个散热因为这马达会非常的烧嘛 因为在压缩空气的过程哦 它有摩有摩擦就会特别的热 这边呢也是有这个精气的这个设计啦 这一边也是有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哦 这台机你要这样子站着 去打风 你不要这样子 翻放着哦 这样子它就很难散热 可能会导致这台机的耗损 所以你要这样子站着 去把它打风 给你的轮胎打气 好虽然它是一台很便宜的打气机 不过 比较令人 意外的是哦 它竟然用的是 金属齿轮 我一直以为它会用这个塑料的齿轮 没想到它用金属哦 这个good job 戳一下 就那电池呢 就小了一点点 这么小一粒 两粒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两粒呢是串联的 所以难怪它是9V充电器的 两颗串联嘛 一颗是3.7V 所以它串联出来是7.4V 但是我买的时候呢 其实资料上面写呢 是12V的打气机呀 可是实际拆开来看呢 其实是7.48V的 不过也OK 反正最重要是打得到气啦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 车轮胎试一试 它的 打气效果如何 我们let's go 现在我们先来放一下风 先设置成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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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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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设置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停止了 电量显示还是满的 好刚刚我们就已经实测了 这个打气机 我是觉得还满意啦 毕竟又便宜 还可以用 到非常好用我是不敢说啦 不过是还可以用 刚刚打气的过程 也感觉它蛮有力的 除了这个外壳的做工呢 我觉得比较粗糙了一点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啦 毕竟这么的便宜嘛 对不对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它虽然是这个18650的这个锂电池呢 但是你还是要久不久拿出来充一下电哦 虽然它不会像这个聚合物理电池一样 你长期放在那里不用 它就会肿胀 但是安全起见 你还是要久不久拿出来充电一下 不要等到时你要用到的时候 才发现它烟的不够电 没有办法给你的轮胎打气 到时候你要等充电充到它满的才来打气 就太浪费时间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点赞留言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到我的Facebook 到我的IG去follow我一下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